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重点第二点在里面讲到说要争取这个认同跟共鸣 那现在是一个资讯碎片化的时代 那专注力是他们大家最重要的资产 所以大家现在专注力那么不强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那他就讲了说这个有三个雪座的元素 第一个你的目标受众在哪里 商品有什么特色 销售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受众你在跟谁讲话 跟这个我讲话 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讲话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你的商品有哪些的特色 然后你的这个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要很明确 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我来我来写些东西 但是你你可能对对我写了一个小朋友的语言 或者是对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女孩子 你写的很阳刚的语言 这个都是错误的 那他这边讲了一些这个像小米的文案 探索未来边界 最重要的是保持勇气 以及身边有你 你说这什么东东 这个但这个这个是有点感性啊 未来的边界保持勇气啊 就身边有你 这个就是有一种人的感觉 但是又有一种探索的这个 探索的感觉 那他是提到了就是要有FABE销售法则 第一个是商品的特性feature 第二个是优点在哪里 第三个那个是benefit 这benefit跟这个优点到底 benefit是给客户带来什么的利益 一个是这个产品的利益呢 对对客户有什么的利益啊 那最后的话是证据啊 从这些地方来跑来这个说 那么打造这个行动的这个呼应 呼应这里面他讲的三大原则 简单易懂明确指示 简洁有利 这个就是跟很多的 我们在做一些广告时候都有关系啊 法宝就价值感 使用性独特性紧迫感 就你在写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都要看到说站在观众的角度 你对他来讲有没有这个价值 那他的你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你要有一个策略啊 所以你的内容才能够被被看见啊 所以这个内容呢 第三点是讲到透过文字影像 这些的媒介呢 来这个传递 那他有三个元素 你的目标 你的受众 还是讲的立即的这个市场 那这当然你要吸睛的好标题啊 就是说所以他讲说文案写作 是作者与读者相伴的一段精神旅程啊 就是就是所以他吸睛 怎么样能够吸睛 问题帮助口碑承诺 好奇好奇是很重要数据啊 所以这个这个 我像我平常经常看的是的问题啊 然后好奇 这个是我我比较重视的这个点 写出引入性的公司简介 建立客户的强大接触点 他就讲到说你简介写这个简介 公司的简介呢 就一般的公司的简介 很多人写不好 哎呀我们公司是在这个 这个2012年成立什么等等 就是很八股啊 就是但他这个中间讲的是你要让人家引发关注 寻求认同 激发共鸣啊 这是他强调的这个几个点 他也强调这个独到的观点呢 是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说他我认为 所以呢 为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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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这些的话 就观点的这个测试 就是你要有独到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自己平常在写文章 也在经常在看 有没有独到的这个观点 那我我为什么在看到这个这个书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专注力的时代 坦白的说这个 你如果现在在看我的这个节目的话 我谢谢你 因为你代表说 我抓住你的专注力 但是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现在资讯大爆彩 资讯太多了 所以必须要有独特的观点 那有 然后呢 这个构思的文案 所以这个是一个 做了20多年的一个 一个一个老手啊 这个这个人 我是知道他是很他是他是老手 那我的我的 因为现在大家经常的 在做网红 经常的要拍节目 经常的要推荐 所以呢 如果你要是希望 有人知道说 如何能够找到 很吸睛的文章的话呢 至少这个这个文章 我看到这个书的这个书名 文案例就是 呃超能力啊 我还是把这本书给买了 我也跟大家推荐 好的 以上是本周 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书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